大家好啊 我叫劉大胜 我跟大家讲啊 中国啊 他不搞文革 他是不行了 中国人他适合搞文革 包括华人 包括这个台湾什么 肯定 我认为真的是从这人种上 我估计他就是喜欢文革 就是喜欢文革 你看我上上个视频 664我发了 说什么美国全局被中共控制了 你把美国当什么呢 就这个视频你看下面留言啊 说什么 这应该是繁体制应该是台湾的 我认为啊 他说你怎么知道以前没作弊 民主制度就不可能破坏吗 就是 这个人有15个人点赞 这这应该是台湾的 因为他的那个拼音 是属于那种 台湾的那个拼音的拼法 还有一个说什么 有钱能使鬼听末 收买媒体 比如旺旺中天媒体渗透 我告诉你旺旺中天那东西共产党能收买 那纽约时报这么大报纸他能真的能收买吗 你就算一下那个叫 新疆集中营政策 新疆搞集中营最早爆出来的 就是纽约时报 你上网收一下 还有中国那些高官就就温家宝家族 纽约时报报了 你认为 美国这么多媒体都被共产党收买了 中国这人呢 不搞文革都不行 你知道吧 不搞文革不互相扣帽子 不互相整 不给他们洗脑 不给他们弄 这华人我认为 就完蛋了 我说吧 台湾幸亏是有美国和日本 要不然台湾绝不可能走向民主 绝不可能 不可能了 别跟我做梦了 说什么 没有美国给你们那么保护 你们早就没了 没有日本给你们进行 资名给你们进行 文化教育一下 给你们弄一下 台湾能有今天吗 光靠了中国人 中国人绝对不行 光靠了台湾绝对不行 我告诉你 绝对不行 我通过这个我就知道了 你们是 这华人不搞文革 哎呀 真的不行 绝对不行 真的 他就那么主动搞文革 共产党都不在海外 搞要搞 没办法 说美美国主流媒体 掩盖拜登家族的腐败 打压川普推特封川普的推文 这些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知道啊 但是我告诉你他没有 封推特封川普的推文 你上推文看一下 他只是 把那个川普的推文下面 标了一行字 注解 他没有删掉 知道吗 因为我告诉你 你作为美国总统 你作为一个政府官员 你说的话 你要知道要有法律 明白 他说他赢了这场选举 但事实上呢 还没有结束呢 你怎么能就说赢了呢 而且而且现在的情况你认为他赢了吗 现在的话 我看媒体都 我看整个美国我刚刚还 看见一个游行 在俄德纲 庆祝那个哈 叫什么哈里斯 还有什么拜登 升选了呢 你去想一想 我告诉你 他是美国的政府官员 国家的公务员 美国总统包括美国的州长 他的人民选出来了 所以你说的话 包括拜登未来 他现在已经 去明年就是美国总统了 他说的话也要符合美国法律 他不能乱讲 懂吗 说美国主流媒体掩盖 拜登家族的腐败 我的天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知道爆出那个硬盘文 那是美国什么报纸报的吗 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 他是什么报纸 这个报纸 他就是下三段的报纸 就是路边小报 你明白吧 他连那个 他连到香港那些 你把他那路边的表纸 路边的报纸都不如 就那个 就真的是 下脚掉了 哎呀有句话 名字说的对呀 真的是 白人的脚地板 就是中国人的天花板 就是华人的天花板 哎呦 人家他买的不要的东西 你他买拿来啃 就就跟美国这个 麦当劳肯德基的呢 美国他买 美国的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人吃的 你想想 在美国 真正的老虎大众 吃着麦当劳肯德基 喝可乐你知道吧 到他妈中国 直接就是 哎呀 就感觉一个月能吃两三顿 麦当劳套餐蛮好的了 对不对 真的是 记住我的话 美国的脚地板 就是中国的天花板 明白 还有人说 非法移民投票什么什么 我就这么跟你讲 你告诉我哪个非法移民投票了 你把那个 地址ID 他非法移民可以就加招了 在美国许多州 你把地址和ID发给我 我立刻报警 他只要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投票了 你不要跟我说传闻 我们都直接来争了 我这人真的是这样 你直接把地址跟姓名告诉我 我直接就 打911 报警 这没没必要传 这是 这是刑事犯罪啊 在美国虚假投票是刑事犯罪 记住了 你要记住了 另外外国人干扰美国大选是刑事犯罪 记住了 这两个都是刑事犯罪啊 所以许多人 我不是吹啊 这在美国是法律 你明白吗 所以我跟你讲有一些人真的有麻烦的 具体的我就不讲了 真的 有一些人 有一部分人真的会有麻烦的 外国人你干预美国大选 是刑事犯罪 在美国是刑事犯罪的 不管不管你是怎么干预的 因为他因为你干扰的这个美国大选就是犯罪的 然后说啊大声不要替代刑事法院的判断责任 舞弊指控是已经提交了的 事实新闻 我告诉你川普没有提告 他舞弊 川普去提告的 只是说要终止计票 明白吗 说法院川普向州的法院说停止计票 因为选举是美国每一个州的事情 好的 停止计票 川普没有说拜登是作假的 没有说这场选举是假票 明白吗 我跟你讲 比如说这个票 是那个假票 川普没有说川普说这个票 因为已经过了那个选举日了 不要再解 不要再清点了 停止 停止检票 明白吗 川普向法院提交申请 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宾夕法利亚的 当时有一个法官 不是宾夕法利亚 就是美国的最高法官 有个声明说宾夕法利亚 他把那个叫 选举日 之前终止之前的票跟选举日终止之后的票分开 明白 川普没有说这些票是假票 我告诉你如果这些票是假票在美国是刑事犯罪的 刑事犯罪啊 我跟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跟你普法 我跟你是普法 内瓜拉一个人 他把他爸爸还妈妈的 他死掉了 爸爸妈妈死掉了 然后他用他爸爸妈妈的选票 虚假填紧 然后准备上交被查到了 好像不要被判五年徒刑吧 得了 在美国你搞这个 你搞这个 还得了 犯罪行为 有人说他邮寄选票不安全 你真的是疯了 邮寄选票从 内战就有了 100多年了 以前都安全了 现在不安全了 而且我告诉你邮寄这个东西在美国是 你不要认为这个大选选票邮寄 不安全 在美国连法庭文件都是邮寄 你你每个人都有地址吗 信箱 你包括银行卡 包括你的社安号 你的移民就那一块的全部是信箱吗 如果你在美国美国办过移民你就知道 包括法律文件 他都是发信箱发到你的地址 全部邮寄 你想想 大选选购邮寄 美国整个都是邮寄的 因为美国是个邮寄的系统 他不是打电话的 像我现在 我现在去银行办个卡 他直接邮寄到我家 明白 明白啥意思 我比如说我去那个 我就跟一个人打官司 诉状直接邮寄到我家 或者那个人告我 明白啥意思吗 就像有的人说我是 打赏你非白移民 我说过 你如果在我下面说我是非法移民 你留下你的姓名和地址 我为什么要你地址啊 我要你电话号码 我没有用 因为美国都是法庭都是邮寄 懂不懂 我们跟律师包括我出车祸 车祸这个东西 打官司 这个这个 包括跟那个医保公司啊 跟医院啊 账单啊 全部是邮寄 美国都是这一套系统 这个是安全的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百分之百安全 如果这个这个邮寄 这个这一套不安全 那美国整个司法系统都不安全了 对不对 美国医保公司都不安全了 医院都不安全 因为医院都是发赏单给你 在美国没有生活经验吗 你呀 对不对 那可都是法律文件 没法说 而且我告诉你 如果你私自的拆开别人的文件 别人的那个信件 在美国属于犯罪行为 真的 因为当时我在以前租房的时候 我房东打电话给我 说大善的有你的信 然后我就说打开看看谁寄给我了 后来那个人就说 你等你来吧 你来的再再再来 那个时候刚来美国 我刚来美国 我就说好吧好吧 我当时就有点烦 不就那么心吗 你就直接猜了 看看是什么 重要的留下 不重要的扔了吗 在中国都是个 中国认为他们的邮件 什么老鼓动 后来我的房东跟我讲 我的房东跟我讲 他在导演 这绝对不能猜 这个是绝对不能猜了 猜的 假如我猜了 假如他猜了 我可以控告他 明白 明白 如果你猜了别人的文件 别人的那个信件 别人是可以告你的 这属于联邦重罪 明白吧 就就这一点 你就你就不知道美国的法律 以前到啥程度 另外还有那个什么 凹童性侵什么的 哪有可能 你知道 凹童色情在美国是 查的多么严吗 我的电子设备上面 如果有一张 凹童 凹童那个叫 性爱照片 至少判一年 100张判100年 明白 在美国 这是在美国 所以日本他有一个漫画说什么 凹童 凰童色情那个漫画 在美国都是禁止的 你要带那个进入美国直接抓起来 能理解吗 美国延到啥程度 你还敢强奸幼女 这个是我有讲个事情 有一个 这是真实发生的 在中国 就是刚来美国 有一个爸爸 属于在美华人 来到美国 他那是那个小孩女儿 然后女儿上幼儿园的 然后呢 中国人嘛 不是给他给女儿洗澡吗 说不定洗呀洗呀洗呀 赶快 去读书吧 写作业吧 他很小 他那个小孩大概就是幼儿园的水平 屁都不懂了一下 然后他爸爸给他 洗了一下 结果 这个小女孩他不懂啊 他到了学校里面 他就跟那个同学啊 好像无意中就讲了这个事 他说他爸爸给他洗澡了 你想想他这一弄 那么 首先那都是老美嘛 然后呢这个话呢 结果被他的脑丝听到了 就是这个话传传传 被他脑丝 知道了 我告诉你 在美国 如果你知道任何一个儿童 被性侵 被怀疑 被殴打 被虐待 你是有责任报警的 你是有责任报警的 就比如我现在在这 旁边有一个人打小孩 我是有责任报警的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 至少在加州是这样规定的 就是你看到的 你有责任的 然后呢老师呢 老师知道之后很震惊了 立刻报警 因为在美国人们认为这个是性侵 你是大男人 你怎么给你给你女儿 给你这女儿都上幼儿园了 不行 那直接 那警察直接就 就开车就去抓了 你知道吧 抓他爸呢 结果他爸爸正在的吗 正在后院拿那个斧子砍木头 因为许多的美国人 在美国生活许多的不是那个店里面什么新闻里面都有那种木材吗 拿那个华人那可喜欢把那个树啊木枝啊 那个叫树枝啊给给砍下来吗 那个树长了乱七八糟 结果他爸爸有那个斧子 在手里面 警察立刻冲进他的家 拿枪子的那个 他爸爸 说了一些话大概就是说停下来 放弃武器 放下武器什么 结果他爸他不懂英文嘛 他爸爸不懂英文 然后他爸爸呢 就拿着斧子走到警察 走向警察 警察立刻开枪 杀掉了 明白 在美国凹通色情是什么 啊 你们开玩笑我都不敢讲这个话题我告诉你 明白吗 懂了吗 你的电子设备里面如果有一张凹通色彩照片立刻把你干死把你把把你抓起来 我告诉你 你更别说什么硬盘门里面有什么强劲优女的你不开玩笑你真的是 你真有了硬盘里面真有了强劲优女我可 全部拷贝美国各个州警察全部发给他们 能不行动我就不信不信他不行动 对不对迈克尔杰克逊这么牛逼 结果奥通告他性侵 迈克尔杰克逊照样被抓起来了 啊 真的是 但是你们美国你随不跟你 美国的法治你还不相信美国的法治如果你不相信 那你相信什么 那我跟你还讨论什么 那你还看我视频干嘛 美国的法治你都不相信了司法独立你都不相信了 那我跟你讨论什么 有什么好讨论的 那你什么都可以说是假的 什么都可以说不信被共产党收买了 生透了 拜拜拜拜 拜拜 行了 我说过华人你就适合文革 你就适合你天生的你适合文革 你适合 听风就是雨 随大溜 啊 人家带风向怎么弄你就怎么来 你就这样 啊 你就 我说过你这第三世界全是哪里 你这人种就适合文革 就适合 就是 啊 拜拜 你看他和中文推特里面中文却啊 炸开了 你在你就用推特收一下英文 你看一看美国大百姓现在正在干嘛 你看一看美国大百姓现在正在干嘛 美国大百姓该上街的游行的游行该清楚清楚呢 明白吧 为什么你们这网络大飞总跟 美国老百姓他妈的 没法说你们就 你们可能自己懂美国但是你们 想投其所好 把有一些信息呢 过滤的 只是让 那些人 就是啊 给他们进行单方面的洗脑嘛 相当于 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个小圈子嘛 然后 对不对 有能量嘛 对不对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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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万岁 理解万岁啊 考虑到你们都是中国人的 理解 理解 那些人是什么人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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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万岁啊 谢谢大家